哈嘍 所有現場的媒體大哥們 大家好 我是國瑜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在《如正經》裡面我演的角色 我是演一個 其實是雙胞胎 那我扮演著 因為家人的期待 所以我選擇了扮演其中一個 簡單來講就是哥哥的身份 所以這次這個角色對我來說最有趣的就是 如果一個人他在扮演另外一個角色當中 在這個世界的真真實實 以及在這個世界當中 很多的 不管是家人的期望 或是和同台之間的相處 我覺得對於表演上來說 會自己有蠻多可以挑戰的地方 然後一些細節 雖然好像有點簡單 但是我希望可以在這當中 這個表演出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層次 因為我還沒進主 所以我覺得還是讓我們余涵來說好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在這個戲裡面 對 我要先介紹我自己 喔對 我叫連余涵 我在這個戲裡面飾演的角色叫做高炳炳 然後她是一個就是對她的夢想 很有熱情的女孩子 然後很敢往前衝的女生 然後她很相信命中固定這件事情 所以她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會有一點無裡頭 但是因為她的心中有一個對她前世啊 還有今生的緣分有一些特別的看法的觀念 所以她是一個就是很有趣的角色 非常重要 讓我們前方 哈囉 各位先生 大家跟你們好 我是房子 我在戲裡面演的是一位副產科醫生 其實跟國立是同業的 那我在戲裡面更是其實像是現代的 新時代女性 很有自信 很樂觀 然後喜歡自己的生活 然後偷偷告訴她很喜歡吃甜點 大家好 我是房子 那我在如真清零裡面飾演的角色叫做李如龍 那這個名字很 她自己不喜歡啦 她覺得有點爽 所以她就幫自己取了一個英文名字 叫Bruce 所以她就叫他Bruce Lee Bruce Lee在裡面是一個甜點師 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甜點師 從日本回到台灣 然後又遇到了這個 高冰冰 他是如龍的學生 然後又碰到這個王諾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 角色關係的 這個相遇的關係 所以我自己滿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他是非常外仿 他有一種 不屬於我個人的那種 那種不知道在自己優越感什麼的 就是滿好玩的 就是用挑戰 所以請大家期待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半辰飛 我在如正清零裡面演的是任愛珍 那愛珍她是一個律師 但是她從小呢 就跟國藝飾演的男主角們是青梅族馬 所以她跟就是愛珍跟這個男主角們會有一些比較多的互動 過去的詭異的部分 然後愛珍她是律師 但是她她本身是一個非常幹練 然後在面對在公事上面 是很有自己的主張 然後有一家飯店這樣子 但是她在愛情上面呢 確實又是一個傻大姐 所以在這個方面 這兩個落差上面的詮釋 非常的有趣 然後相信也會有很多不同的火花出現 謝謝大家